防空导弹 防空导弹 又称地空导弹 是指从地面打击空中目标的导弹 一般用于拦截来斜的战机 无人机或者导弹等等 是现代防空武器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在主要的防空导弹一般分为两大类 分别是车载防空导弹系统 以及便携式防空导弹 车载的是固定在运载车上的大型导弹 便携式则是可以单兵携带的小型导弹 两种各有各的优点 而我们今天要说的 就是这个便携式防空导弹 说到便携式 大家首先想到的 应该都是近段时间在俄乌战场上 大放异彩的美国毒刺 但是就在前两天 美国说他们的毒刺不够用了 看样子是基本都给了乌军 具体给了多少我们不知道 但俄军应该是得小心点了 毕竟毒刺可不简单 那么这个导弹到底有多强呢 我们今天就来分析分析 毒刺导弹又称毒刺监射防空导弹 顾名思义 它主要就是扛在士兵的肩膀上发射的 操作人员仅需一到两人 就可以直接对直升机或者低空作战的飞机 造成有效的杀伤 当然 它有时候也会放在装甲车辆 或者直升机之上使用 命中率也都不低 据悉自毒刺服役以来 被证实击落的直升机和飞机就接近300架 这还是不包括一些未证实的案例 这之中大多数为直升机 也因此 它有个直升机杀手的称号 毒刺最早服役于1981年 由美国通用动力公司研发生产 后来转至雷神公司量产 毒刺的原名叫做红眼2防空导弹 该导弹被用于替换老旧的FIM-43红眼防空导弹 上世纪60年代初 FIM-43C正式服役 但是它有很多问题 例如缺乏追踪能力 抗干扰性差 以及无法执行3G以上的飞机行动动作等 于是1969年开始了红眼2的研发 1972年3月 红眼2更名为毒刺 编号FIM-92A 1975年原型弹完成 并且开始测试 1978年 美国陆军正式下载订单 用于更换原本的FIM-43红眼防空导弹 它隶属于第二代便携式防空导弹 由发射系统与导弹两部分组成 总重仅有15.2千克 全长1.52米 直径70毫米 导弹弹体重达10.1千克 弹头装药量为3千克 弹长1.52米 使用MK-27固态双推力火箭发动机 发射时 先由助推发动机推出导弹 再由第二段推进持续发动机 把速度提升至超音速 有效射程4.8千米 最大射速每秒748.64米 使用红外线导引热追踪制导系统 引爆方式为 穿透战斗部加延迟引信火药 发射系统则是由发射装置 控制手柄 IFF询问机等组成 大部分操作需要射手手动完成 相比于红烟导弹 独次有两大优势 一个是全方位探测与自导引能力 使用二代冷却锥形扫描红外自动导引 拥有射后不理能力 第二个则是敌我识别能力 它装有一套综合 ANPPX-1IFF系统可以迅速辨别敌方战机 不会误伤友军 功能非常的完善强大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 在FIM-92A型还没有完成量产之前 同用动力公司就已经开始了新版独次的研发 编号XFIM-92B也被称为独次被动光学型 在制导装置之上 加装了一颗C型的微处理器 可以执行玫瑰花瓣式扫描 以及分析红外线 紫外线的双波段讯号 大幅提升了追热导弹的命中率 于1983年开始生产 到停产的时候 A型跟B型总产量大约16000枚左右 在B型量产的第二年 C型的独次导弹就公开亮相了 什么时候造的没有具体信息 但是既然公开 那就正面证明 起码得好几年了 而C型相比起B型 加装了可改编程式的V型处理器 同时增加了追踪能力 以及反制辨识等 在A与B停产的同时 也就是1987年 C型就被顶替了上去 1989年进入美军部队服役 同年7月 改量型的D型也进入了部队 但只是在C型的基础上 更新了部分软件而已 差别不大 这之后还有几种型号 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不过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在上一款还没等午热乎时 下一种就出现了 更换也非常的频繁 但不可否认的是 即使被替换下来的旧版毒刺 对其他国家而言 也是宝贝 美国有很多的二手毒刺 都被以极高的价格出售给了别国 现如今美国比较普遍的型号 应该是FIM-921 也被称为毒刺RMP-Block-E 可能有些比较熟悉的绘文 不应该是FIM-92勾形吗 但其实 G型是E型翻新得来的 2014年 美军开启了 关于现有毒刺的 延寿翻新计划 计划让库存的毒刺 可以继续使用10年 之后才有了勾形 而之前的型号 基本都卖了出去 就是价格都普遍偏贵 也算是狠狠捞了一笔 按照资料记载 1983年 美国装备的毒刺 价值大概在平均 36000美金一具 到1988年时 美军订购的毒刺价格 平均35000美金一具 但是瑞士在1988年 购买的毒刺RMP型 则是平均 12万6000美金一具 而且这还不算买了 多少颗导弹呢 导弹怎么着 也得是好几万不是 那么既然这么贵 为啥还要当这个冤大头呢 这个导弹真的值得吗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很多国家 也都不太看好这个毒刺 也没想过去用这个东西 就比如毒刺的 成名战阿富汗战争 战争期间 美国给阿富汗 提供了累计超过500G 毒刺导弹系统 这是美国打算 用来测试毒刺的能力 但阿富汗士兵一开始 对这种新武器并不感冒 然后美国为了提起他们的兴趣 甚至给出了奖励政策 只要能用毒刺击落苏联战机 就能够得到丰厚的奖励 有了奖励自然就有了动力 于是很多阿富汗士兵 就扛着毒刺去找苏联战机了 结果可想而知 给苏联空军造成了严重打击 战争期间 一共击毁了大约200多架的苏联直升机 命中率超过了70% 一度把苏联空军打到崩溃 毕竟按照毒刺的打法 找个飞机经常路过的地方藏好 出现飞机后直接开炮 以毒刺的速度 对方飞机根本反应不过来 也是从此战之后 它直升机杀手的称号就传开了 战争结束后 美国本想把这些毒刺全部买回 应该是看到了它的强大 不想该导弹外泄出去 但可惜还是有部分流出 而且还出现了防制品 但从这里就能看出 这个武器是多么优秀 所以很多人明知道它贵 但也不介意上这个档 愿意花大价钱去购买 比方说台湾 早在2017年时 就与美军有购买毒刺的合同 并且早早地把钱给交上来 但可惜的是 都已经过去了五年了 台湾是一颗导弹也没拿到 如今交互期限马上到来 但是却出现了延迟交货的可能 当然了 这也怪不得美军 谁让俄乌战争来得这么快呢 美国的毒刺导弹库存 基本都已经给乌克兰送过去了 自己都快不够用了 台湾当然只能靠后站 但说归说闹归闹 毒刺有多强也算是有目共睹的 这次的俄乌战争 毒刺算是又大火了一把 时不时的就能收到 毒刺击落某某直升机的消息等 算是给了俄军不小的压力 对此大家怎么看呢 欢迎留言讨论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感谢您的观看 欢迎见不散 感谢您的观看 请不散看